全靈令 元鄰南 出生於1960年7月7日 北方交通塔學院就上畢業 在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并存 遇难的时候已经寄到美国 斯蒂文斯科技学院的研究宗团入学通知书 并已取得了出国护照 预定9月初复明深造 1989年6月3日的早上 大概11点钟左右吧 在蒙虚地被检验部队侵犯 临近6月4日的凌晨 有海军医院 因为我送到海军医院 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证明 被列入无名司 遗体 他的右手大幕之下有个虎口的部位 有很大一块青子鱼血 子弹是从阴部打进去 从后尾为列鼓出来的 国会站在北京西郊 网上国务 89年6月4日 以前这半个人正中 他白天工作 晚上都去到人民大学 去听 去听 并听广播 还抽出时间去到地门广场 给爵士的大学生送水 送饮料 送水 当晚上11点半 袁立听到军事博物馆到墓西地这一带枪声大咒 他就立刻骑出自行车就想到墓西地去 当时我就拉着他 我就拉着他自行车说 危险危险 有人已经被打死了 枪不能再前去了 袁立就说 妈妈你们这么大年纪 还要到街上去打通消息 我一个单身的小伙子怕什么 当时他身穿着一件悲心牛仔裤 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帽巾 说是为了防止催泪弹 如果有催泪弹的时候 他拿着我鼻子 我就一直在劝他 他执意地不停 挂上车子就走了 用力一蹬就走了 天呐 天呐 其实这眉心就是最后的缺别 我再也没看到我的儿子 所以六号早晨起 半个月 园里的尸体都没有找到 后来他的哥哥界 他的姐夫 亲戚朋友 他的同学 都一起到街上各个医院去造 一共造了四十四个医院 这四十四个医院里 都没有找到原理 生不见死不见死 我们做父母 我们做父母 这促心情 死在这个日子是不好过的 真是被坚步 我们就惨想 是不是让坚步都给刷走了 真是让人惊心 焦急 恐怖 这样的日子真是不能 没法过下去 直到六月十九日 我们才再次 各个大医院里去 拉往水寻找 终于在海军医院 海军间 见到我的儿子 他的尸体 在寻找原理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所到的四十四个医院 我们一共找到四十四个医院 没有一个医院 没有尸体 我们初步的估计一下 总得有四百多 四百多尸体 而已经陆续被人认识了他 因为家里知道的 就通知家长 就运不回去了 就我们亲眼看到 只有四百多 六月三号的晚上 十一点 节省不对 天前不对 方队 自西边 往东边去走 一到了蒙熙队 就一身命下 士兵就趴到 握到 有一位 穿着军装的一个军官 手拿着枪 冲锋枪 在马路上 就对着人群 扫射 这样多少人就应声而倒下 方队过去以后 不少人用三轮车 和脚杂车 送车 这个就是老百姓 就来运尸体 三者送 都送到附近医院 因为母亲地 离海经医院 和复兴医院级 所以复兴医院的尸体 特别都落成神 对地如神 成了血路 先都不到半个小时 第二个防队又过来了 我们分析 我里面是在第二个防队 大死了 当时就有人看到 一个青年高级右手 大声喊到 我是青黄的研究生 花音还没落 这个青年就倒在血盒里 从远离的尸体 我们发现 他的右手 大目指已经户口下 有一块青子的血 子弹是从后路打进去的 就是从直接打到上次打 这样之下 隔到隔钢 隔后 无敌骨出去 我分析他 一定他是在车里 最近的地方 离车会非常近的地方 他先去掩护了背心 和整个的牛仔裤 我儿子的血液 我现在还在暴流着 还在暴流着 没有 因为他穿的背心 和裤子完全是血染 我们的远离的右手 就是比枪 枪多大 子弹是直上人家 从从后路打进去 是离车很近 远离的尸体 送到我们看那的时候 两个眼睛真的很大 口很僵的 做汉化的状态 在火花前 我们整把他演绎 给他喝起来 把罪给定下来 在1989年 6月24日 在八方山第三告别师里 以前原理一定告别 一时 那个时候就非常紧张 在一时开始前 我们到那个宾馆的 那个告别师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两个黑的 大的塑料口袋 很臭 里边的就 一定是装到尸体了 而且特别臭 六月七月的时候 正是那颜色的时候 我那臭 臭得厉害 所以当时呢 就把他速度火化了 那个厂 就火化了 当时我也顾着 我就想 哎呀 这些孩子 比我儿子还可怜 刘子川案死那里 人数 将来要做统计的话 像这样的一段 恐怕 永远也调查不清了 多少冤魂 只能由后人已留宿 我此日来 见他们了